我做夢自己從石頭爆出來的 你說慘嗎 我更慘 我早前做夢自己 在一個垃圾桶撿回來的 早前?即是甚麼時候 不太久,幾十年前 那時我只有六歲 那也對,我們跟他一起找童年 一起刷你的夢 老實說,我真的很害怕今天的嘉賓 我搞不定了 我也有點擔心 所以麻煩保錡你 小心點說話,拜託你 收到…但不怕有冰淇淋 因為我整個媽媽 我也受小朋友歡迎,所以可以的 好,有請今天的嘉賓 童星,憲憲和娟姐 今集的主題是小朋友的夢 不過我小時候都不記得了 所以要靠他們了 可愛的童星,孫詠軒 以及直率活潑的大小孩,娟姐 蓮美娟 今集交給你們做夢了 你好… 經常在拍攝,會否睡得很少 我怕我一睡就無法起床 你怎麼這麼累才會一睡就無法起床 睡甚麼夢多 搞笑夢… 昨晚呢?昨晚有做夢嗎 有… 是甚麼 你有很多夢 昨晚是關於甚麼 我和哥哥一起做一間戲院 你也很喜歡拍攝 喜歡拍攝,你也很喜歡 他比你喜歡拍攝 不是,我真的很喜歡拍攝 神經病 但起碼是一間戲院 對… 人家比你厲害 你還沒下午山 你會想發揚這件事 娟姐有否平時會照顧你 或跟你聊聊天 有的 我不會罵你 不會罵你 答得很好 因為在劇情的片場上 她相對比較活躍 我想可能被人罵,罵她是沒用的 親愛她 我可以親一口嗎 我怕了… 為何不拍攝,我們滿了她 有發夢見到娟姐嗎 對,我和你自己拍攝 你有發夢見到我嗎 沒有 因為現實見得多 對 所以已經滿足她了 能夠多 發夢是因為現實不滿足 可能在夢中 就會潛意識地呈現出來 沒錯,看到明星就是這樣 夢中有時是一個願望的滿足 這是其中一個發夢的功能 所以我們是時候要進入你的夢境 看看你究竟發了甚麼夢 來吧 準備了 3、2、1 入夢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 很恐怖 你們兩個是甚麼人 媽媽,媽媽… 好… 喂?導演嗎 媽媽,陪我玩吧,很悶 你自己玩了,媽媽在電話裡 我玩甚麼?你找KiKi拍攝嗎 可以… 她演甚麼都可以,可以… 甚麼時候可以… 就你們吧,你甚麼時候可以 打你… 可以…可以… 射媽媽 打媽媽… 好… 媽媽媽,我急著想回家 媽媽… 媽媽 你看看 她在那裡… 童仔… 你們把媽媽抓到哪裡 救命,媽媽… 媽媽,我去哪裡 媽媽… 媽媽… 媽媽醒了 媽媽… 你是誰 不懂得知道嗎 綁匪 祝你們結界,等你沒有上網 真的嗎?沒有上網?不行的 待會天天還有很多通告 我把數百萬上錄,不行的… 你真的很吵 大哥… 很恐怖 媽媽,媽媽,媽媽,媽媽在哪裡 媽媽 不告訴你,讓你心思思,乖乖 你說得衝口,我告訴老師 英俊,有錢 我告訴你 很精彩 很厲害 穿衣服… 穿衣服一樣,穿衣服 怎麼了 穿衣服而已,不然 穿衣服 整個層次的尺寸也差一點 不然你穿衣服就是這樣 對,我說前面的尺寸 加油… 軒軒,這真的是你的夢嗎 是嗎 是 是否很害怕 下落就哭醒了 然後她哭醒了 其實夢中有一個重點 就是軒軒被綁匪綁架 其實有甚麼關係 她覺得或潛意識覺得 被人剝奪了自由 可能跟現實生活真的有關係 不一定的 大家會否覺得小時候沒有自由 要問Helen 我是很頑皮的 我印象中的剝奪自由 就是拿走我的玩具 不讓我玩 我最頑皮的一次 是在銅鑼灣一個地盤 令我爸爸拉起一條這麼長的木 就在街上吐下來 那個就最… 那時候幾歲了 四、五歲了 我猜了 這麼厲害 犯了甚麼事 令我惡到這樣 我真的忘記了… 你也有被人打嗎 小時候一開始比較嚴重 但… 現在我也想打你 現在不只被人家人想打 很高興打她 幸好這個世界有法律 如果說應該就死了 還有一個位置 就是綁匪把軒軒和媽媽分開 這個位置又是怎樣 即是說她剝奪了自由 有些事情不能依靠媽媽 不再可以… 可能要獨立去面對 依靠不了媽媽 我記得我小時候 只顧著看玩具 媽媽和爸爸假裝我走失了 然後在這裡嚇我 然後我轉眼,不見了他們之後 我自己在哭 你會否害怕媽媽和爸爸這樣對你 真的要顧著看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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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媽媽不見我怎樣 其實也有一次在街上 當我和爸爸一起躲起來 然後我跟走一個人 在跟我媽媽的衣服一模一樣 然後我跟著他 那個叔叔很好的人 他還問我需要吃雪糕 那麼好 不過要小心一點 然後我告訴他 我還沒吃飯 你還想吃飯的意思嗎 我不吃雪糕,想吃飯 聰明 不是,我還沒吃飯 我想問,如果從小到大 都會發同一個夢 有甚麼解釋 我也有個案可以跟大家分享 有個案是他小朋友當時 他發覺夢有個很大的月亮 一邊變大… 快要吃掉它,吞小了它 原來他小時候的媽媽很嚴謹 到了長大時,他又發了這個夢 就快結婚了 原來他媽媽不喜歡 他跟現在的女朋友結婚 他就發生了一樣的夢 其實你的夢中 還有兩個位置不清楚 其中一個位置是我們是 到底綁匪是甚麼人 我們不如看看有四個 假設到底綁匪是甚麼人 不行… 你真的很吵 大哥… 接著到你了 Sika 你有了 我斬她的頭來 不要…我很乖 我第一隻 這麼乖嗎 斬吧 不要… 其實我要出發才行 還是我第一隻 這麼乖?走 不要… 神經病 花氣辣魔 不行了… 你真的很吵 大哥… 我也喝光 跟著到你了 小孩子可以跟我玩嗎 媽媽說不可以跟陌生人玩 不過… 玩甚麼 我想多量氣球伸扭 救命 B是少了 不行… 你真的很吵 大哥… 假口等於百分比、千元 感嘆口、問口… 對不起,老師不教我聲話 我聽不懂 假口等於百分比 問號、破支號 感嘆口等於百分比 就是說做實驗 解剖人類 不要…不要解剖我… 不行… 不行… 你真的很吵 大哥… 我們打算拿你來做製品 開心嗎 很有趣 你們在表演甚麼 首齡,她少看我們 不如讓她看一些厲害的東西吧 根本不介意威風吐廁 被你針賜笑 由她老套一個孩子 真可憐,很恐怖 天天,看完這四個選擇了 到底是哪一個你才覺得是 讓你叫媽媽娟娟 想想好嗎 天天選誰我就不知道 但如果你說我自己的話 我覺得是外星人 我以前小時候都做夢 有外星人在夢中出現過 Vinky,外星人有解釋嗎 有解釋 其實外星人代表了一些 不熟悉的環境或範疇 令她覺得失去了自由或緊張 例如本身跟家人爸爸媽媽住 突然之間可能是媽媽和婆婆照顧 我也是… 因為我從小到大 我爸爸媽媽工作 我是媽媽和爸爸照顧 照顧到六、七歲 令我妹妹出生,才開始爸爸媽媽照顧 好了,欣欣,我現在數三、二、一 你選一個給我看,好嗎 三、二、一 嚇死我了 怕嗎 真可憐 你怕嗎 你不是氣勁了小丑嗎 她今晚會回來找你,你怕嗎 怕嗎… 她害怕得哭了 為何這麼害怕 不怕?真的不怕 剛才你說被波波嚇倒了 我真的像氣球般扭 我買了這條迪法,我沒有 沒事的… 好,她選了B小丑 到底影片後面 令HeHe哭醒的原因是甚麼 我們看看最後四個選擇,好嗎 你剛衝一下,我告訴老師 B小丑 帥哥,有傳和 救命了 我現在被人擁有了 以身色索,上去了 不小心… 小丑 打電話,問功課 沒電話衝擊 救命了… 現在沒有人,救了你了 二號又會沒電話 救命了 甚麼?求救夢悶 你說得衝口,我告訴老師 英俊,有傳和 人類,餵公子吃餅 麻醬麻醬 老子,慢慢喝吧 麻醬麻醬嗎 你吃得挺滋味 吃吧,吃飽一點 你說得衝口,我告訴老師 英俊,有傳和 我幫你選了Hailey試練會 是否開心 隨時這樣收進去 你選擇明天,讓人做明星 這麼聰明 要搶你現在出門 不會 先拍照 氣味出來 同學欺凌 你說得衝口,我告訴老師 英俊,有傳和 是否有傳和 我給你教訓 士多啤梨蘋果餐 我要把你變成蟑螂 不要變蟑螂了 蟑螂,我又算了 知道你有筆,我也未變 你哭甚麼 他真是慘變昆蟲 我覺得是男生,強迫他進食 為甚麼 因為他肥胖 我覺得他很喜歡吃東西 你本人呢 我也很強勁 如果強迫進食的話 會有甚麼解釋 強迫進食的意思是 有些人或重要的人 加諸了他們的意願在他身上 完全是你的人生寫照 神經病,你又知道 加諸了很多甚麼猥瑣 這些形象給你 令你不太愉快 不是,我真的猥瑣 別亂說,我真的… 你真是猥瑣… 阿娟,你選甚麼 我不是當他選擇 我選擇的話,應該是求救無緣 因為我回想起我小時候發過的夢 請幫忙,然後沒有人回應 很無助的 我想小朋友通常都會發出這種情況 對,這真的很簡直 真的求助無緣 沒有人幫到他,或沒有人明白他 我開始解夢 有開始學到一些新的東西 是嗎 如果欺凌我,代表欺凌我 救助無緣真的代表救助無緣 對 你選擇了 你不說,真是你很像 很奇怪 因為小朋友的夢有時比較直接 回去慢慢自己選 我們被欺凌我選擇了 我告訴你,好… 欺凌,你現在選擇你的答案是甚麼 橙變昆蟲 這個 是嗎?都說橙變昆蟲 我猜到他了 我也很害怕變蟑螂 為何會選蟑螂 因為我很害怕蟑螂輸 所以我才會發這個夢 真的很害怕 不要緊,解決夢 便知道為何會變昆蟲 很可憐,很可憐 很可憐 我已經把夢還原了 憲憲夢見自己和媽媽逛逛街 突然出現了綁匪 將牠們捉走了 還將媽媽和牠分開了 發夢見綁匪 即是象徵剝奪了自由 而發夢見媽媽和牠分開 即是沒辦法再依賴媽媽 她後來發現原來綁匪的首領 是怪誕小丑 真的很恐怖 小丑代表演藝事業 可能就是演藝事業 令牠們失去了自由 不過這個剝奪自由未必是實際的 有可能是牠們給自己太大壓力 所以才會影響情緒 那群綁匪還打算把牠們變蟑螂 嚇得牠們哭了 夢見自己變成蟑螂 甚至不是人類象徵的身分 或者能力被人剝奪 牠們很怕失去自己的事業 你真的很喜歡拍攝 是 你有多喜歡拍攝 非常喜歡 你有甚麼事業突破 想試甚麼角色 即是甚麼意思 即是想試甚麼能人的角色 你有甚麼老師、警察、消防員 我想做的嗎 我沒有這麼細心想過 你喜歡多讀書還是拍攝 拍攝一半,然後讀書一半 很擔心 很擔心 其實我小時候也做過童星 我有拍過朱古力廣告 我10歲時 已經在紅館開了10場表演 會否這樣曬掉 很厲害 我比陳奕迅早在紅館開拍攝 他10歲時就已經在紅館開拍攝 但當時真的要做完功課 才准許你出去玩足 對 他當時來我們拍攝時 因為那部劇有很多小朋友 他也是一群朋友 即是小朋友 即是小朋友 所以我覺得他就算上班也會開心 因為那個氛圍有很多小朋友 我三歲時已經開始拍攝 你喜歡嗎?三歲時 我三歲時還未認識到拍攝 而是有甚麼開心 現在認識了很多東西 才覺得很開心 我想問,同學們不知道你有拍攝 他們是甚麼反應 有個同學真的過來問我 說阿蘇,你好像很紅 好像很紅… 那你怎樣回答他 是女同學,然後整個人說 你拍過多少廣告 我被女同學追求你 即是有消息 也有消息,你被她謙虛 今天真的有你同學替我表白 她說甚麼 即是我愛你 那你給他甚麼反應,她表白 我只是選擇做朋友 但他們全都是羨慕你,對吧 即是不會欺負你,笑你 對,如果她笑我,她真的會同好玩 很盡量 我想同學也很好 對 好,那HeiHei的夢就完成了 是時候到娟姐來了 有甚麼夢 因為我平時也很喜歡去喝酒宵宵 明白 我的夢也與你相關 我記得我夢中 在酒吧裡喝酒 畫面一轉,那些畫面很零碎 一轉就變成了一杯奶 明白 你明白嗎 喝奶你明白 不是 他們還要哄你,多喝點喝 因為我平時去喝酒 都說自己打球 不用人來哄 我很想知道這個氛圍的夢 究竟我是怎樣 明白 像哄小朋友一樣 對,哄得乖 你在夢中喝酒宵宵 其實是你最放鬆的時候 你最放鬆的時候 原來也想被呵護 可能是太忙碌 所以很希望被愛、被呵護 內心的潛意識有這個需要 潛意識中,我也覺得工作太累了 所以我希望得到大家的關心 所以各位同事或不認識我的人 都可以有空走過來安慰我 令我感受更多世間的溫度 走吧 你真是很漂亮 對… 你手吧 你很可愛 喂…在閃緊 但人們經常說夢境 跟你現實是相反的 正如我的夢就能解讀到 就是相反,所以你很想… 其實不是相反的 有時也很看夢的人的情緒 是怎樣才對 不可以說全部都相反 又不可以說沒有相反的成分 今天真的很開心 可以請到騫騫 又請到娟姐過來做我們的嘉賓 所以對大家一定要有愛 無論是同學、家人、觀眾 或者同事 我們以後對大家也會很有愛 雙親雙愛 再見… 剛才姐姐是否跟你說了一些 你也害怕 是 她說了甚麼 她說小丘今晚會來找我 她現在哄你,好嗎 今晚小丘來找我,不找你,好嗎 蟑螂也來找我,不找你 蟑螂也來找我 飛鴿仔,好嗎 飛鴿仔說不可以飛鴿仔 真的很害怕 好,所有飛鴿仔今晚來找我 不找你,好嗎 你今晚發覺好夢,好嗎